32度高溫民眾烈日下來篩檢 被是啟動虎林專案大規模PCR採檢第一天 沒有通知啊 那是看到什麼消息 就看新聞 好幾個民眾都撲空 就是因為真的太零食 短短不到一天是否緊急宣布要做PCR 但他們根本沒收到造冊通知 因為沒有任何通知啊 別說民眾有怨言 里長更是無奈 當然很倉促 我們就到命令然後收到表格 表格又要更改 然後要做一些通知 然後要發LINE的群組 對啊 然後其實新聞一出 然後就開始 我發出來 新聞一出就開始電話不斷了啊 就是因為八個令要分不同時段 民眾根本分不清時間 看看下一劑次好多人提早來外面排隊等 而且明明有三萬多人 但是府造冊只有三千三百人 一個里僅四百人 後來才緊急宣布 沒被造冊鬥的彎上六點半可現場零號碼台 那這樣子會不會又造成另一波的一個群聚的問題 那總統的配套好像還是非常的不夠完整 不夠嚴謹 那我認為說市政府應該記取北農跟華南的經驗 福林街州畢業會緊急啟動專案 是因為13戶30人確診匡列144人 感染源不明 不過似乎很多人意願還是不高 有支援醫護就在臉書發文 說第一輪結束才採了62支 民眾前往篩檢不如預期 科市府啟動專案要揪黑術 但就怕時間倉促配套沒想好 反降低了民眾醫院 TVBS希望陳友祥李祖恆台被報到 請訂閱按讚分享TVBSnews頻道要開啟小鈴鐺哦 還有還有下載TVBS新聞手機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事